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继续由宁静 纳英带队进行两两对决 敦别从唱跳 唱演 唱秀 以及唱乐四个维度展开PK 在四轮比拼结束后 四轮累计比较分高的同盟全员晋级 而四轮比拼的票最低的同盟 将根据观众喜爱度排名 淘汰人际最末的一位 与一宫比赛结果大同小异 宁静和纳英在四轮PK中 战成2比2平局 最终纳英同盟获得了3181票 而宁静同盟获得了3169票 纳英同盟以12票的优势 获得二宫胜利 确保全员晋级 而宁静同盟观众喜爱度 排名最末的赵英子出局 与网传消息基本一致 虽然二宫结果在很多观众的意料之中 但是过程确实值得回味 尤其是王兴灵和谭内维 搭档合作的上海 可谓是一战成名 即使将其放在YYDS的浪一 和上海舞台也是风神级别的 让人印象深刻 反观被寄予厚望的唱跳舞台OK 却让观众大师所望 女团天花板郑秀妍 再次被节目组拖后退 作为二宫 八支选曲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首伤害 广阔的音乐 极其考验场功 毫不夸张地说 除去那音 谭未未能挑战这首歌曲的姐姐并不多 正如宁静在抢歌时所说 这首歌曲非常炸 如果真被那音族抢到 可以说直接锁定了胜据 可见这首歌的美丽 平行而论 谭未未唱功了得 中气十足 能够完美hold住山海 但王姓林一直走的是甜美路线 之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表演 与这首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常言道 不同的碰胀才能产生出不同的火花 谭未未和王姓林 一个是刚毅如山 另一个则是温柔如水 刚游冰激的组合意外 让这首山海层次分明 别有一番风味 纵观整个舞台 谭未未声音浑厚 而王姓林则清新悠扬 两者和唱高潮时 力量统一爆发 让听众瞬间鸡皮疙瘩 而在节目播出 山海燃炸的词跳被推上热松 超多观众将其评为 二宫最佳舞台 可谓是一战风神 一直关注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唱跳在浪街舞台非常吃香 也一直是该节目的重头戏 但从一宫的谈笑一声 要你管到二宫的爱像一首歌 OK不仅没能惊艳观众 反倒是草点不断 节目组对歌曲的改编 以及对舞蹈的编排 都让人大失所望 要知道 郑秀妍作为时代少年团的成员 可谓是女团天花板 唱跳实力不俗 二宫又选到了王嘉尔的OK 原本是备受期待 但看完节目后 大批观众纷纷表示 歌曲难听 编舞难看 整个舞台没有亮点 全靠郑秀妍 唐世义等姐姐的颜值撑起来 质疑节目组白烂 确实OK原唱是王嘉尔 整首歌曲节奏快 极富力量感 应该说非常适合 做女团舞的背景音乐 但节目组改编失败 不仅影响了姐姐们发挥 还害得王嘉尔被骂 两方粉丝僵持不下 除了编曲有明显瑕疵 编舞也是太过平淡 除了让人 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点 其中 郑秀妍高音部分 被修得完全听不出原因 也是引起了观众群潮 在观众看来 郑秀妍的高音完全可以 但节目组却反向修音 不仅没能为其加彩 反倒是拖了后退 简直是猪队友 有此可见 郑秀妍 毛俊杰等姐姐 对于舞台已经尽力了 反倒是节目组 对编曲 编舞的水平 还有待提高 浪姐三的正片 目前播出了二攻 尽管两大同盟的舞台 比拼依然是2比2 但那英同盟 以更高分的优势获胜 而宁静同盟的赵英子 英格人喜爱度 排名最低而淘汰 在已经结束的一攻中 那英同盟的吴莫丑 和黄小雷 因为人气低而易轮游 但个人喜爱度 排名公布后 毛俊杰才是最后一名 只能说这是赛制的小瑕疵 二攻的毛俊杰 和赵英子都在宁静同盟 相较于一攻的 个人喜爱度排名 他俩虽然还是倒数两名 但是毛俊杰上升了一位 赵英子下降了一位 毛俊杰和赵英子 这两位姐姐 在本季阵容中的 鼓民度都不高 至于为什么毛俊杰能上升一位 比惹猜 和他两次与郑秀妍同台表演 不无关系 除了毛俊杰和赵英子之外 二攻后的个人喜爱度排名 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除了王心灵上升到了第一位 还有六位姐姐名词变化较大 其中三人大幅上升 而另外三人明显下滑 在一攻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中 谭维维 王心灵和郑秀妍分裂前三 而在最新公布的 二攻个人喜爱度排名中 王心灵升到第一 郑秀妍升到第二 谭维维则降到了第三 炮开这三位自带流量不谈 他们三在二攻的表现 的确对得起这个排名 而且只有他们三位的票数上了200 在一攻的耀尼管舞台中 郑秀妍就展现了自己作为 顶级女团前成员的强大压力 而在二攻的OK中 她再度把自己的优势 发挥到了极致 在郑秀妍的帮助和领导下 参与OK舞台表演的这个小组 完全有着就地成团的实力 满满的女团饭 胡姓儿族的爱像一首歌 输得不亏 尽管郑秀妍加盟浪姐三 天天是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但两次公演下来 身为路人的我 已经能够理解 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粉丝了 谭维维和王心灵合作的上海 逼着认为 是二攻八个舞台中的最佳 而847这个最高票数 也足以说明一切 那英同盟抢到上海这首歌时 曾一度不知道 让谁和谭维维搭档 但好在王心灵自见了 身为观众的我们如今能看到这样一个震撼的表演 首先得要感谢王心灵的勇敢突破 谭维维能驾驭上海这首歌 是节目组 姐姐以及观众都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是一向以甜美曲崩世人的王心灵 给了观众太多的意外 她的唱功真的是严重低估了 相较于一攻 二攻有三位姐姐的人气排名 得到了大幅提升 分别是 从第十四升到第五的吴景岩 从十五升到第九的中心童 从二十二升到十七的唐诗义 吴景岩和唐诗义的排名能大幅上升 彼此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 他俩二攻都在郑绣炎OK的组里 而这个唱跳舞台确实很乍场 粉丝们可能语录君瞻 因为这一组的其他两位成员 张欣义和毛俊杰 人气排名也都提升了 其二 据悉因为疫情原因 一攻的现场观众是芒果员工 二攻才是真正的大众评审 而吴景岩有代表作 唐诗义有资历和实力 观众自然是高看一眼 至于钟心童 他一攻和二攻都很宁静一组 第一次站桩唱歌情歌 第二次又唱又跳 又演了怪美的 钟心童一攻的人气排名是第十五 当时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无论是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但其实 以他的国民度和人气 粉丝完全不用担心 尽管目前钟心童的镜头并不多 但是他毕竟闯进了武功 而且大概率也会成为成团业 他和蔡卓妍两个人都是 这也是节目组不会放弃的主要看点之一 相较于吴景岩 钟心童和唐诗义 人气的大幅上升 二攻中还有三位姐姐的人气 明显是下滑的 分别是从第五跌到十一的蔡卓妍 从第六跌到第十二的许如云 从第九跌到十九的朱解敬 上文说过 Tunes这条线节目组必定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所以即便现在蔡卓妍的名次跌到了六位 但依然是处于上位区 且回升的概率很大 值得一提的是 蔡卓妍和钟心童从三攻到五攻会合体 这是很多观众迫不及待看到的名场面之一 所以他俩的人气后期应该还会同步上升 许如云从第六跌到第十二 相信很多观众意料之外 因为他本人的国民度在本级阵容中算是高大 而一攻和那英合作 二攻和蔡卓妍合作 都是自带流量的姐姐 至于原因 大概是因为对于现场的大众评审来说 许如云没有过类似那英那样的巅峰辉煌期 而且他田径如水的性格也确实不适合竞技综艺 在已经录制完毕的四攻中 许如云 胡信尔和毛俊杰被淘汰 所以目前人气排名还不至于难看的他俩 三攻和四攻会逐渐跌到淘汰边缘 同样是首席舞者 一攻后朱结晶的人气远高于唐十一 二攻后两人掉了个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一个是十七 一个是十九 依然都处于下围区 至于原因 大概率还是因为朱结晶和唐十一是跨界 和有代表作的演员以及歌手相比 缺少了一定的知名度 当然了 三攻录制时 浪姐三已经播出了首期节目 现场观众的投票可能还会有不小的变化 四攻更是这样 尤其是对于朱结晶和唐十一这样的跨界姐姐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的披荆斩棘的哥哥中 李翔和刘佳这两位舞者并没有都成团 所以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在本集浪姐三中上演 而根据目前镜头的多寡来判断的话 朱结晶最终成他的希望更大 相较于一攻 二攻的人气排名之所以变化大 BG认为大概率是芒果员工和普通观众之间的差别 从二攻开始 姐姐们的人气排名可能会趋于稳定 只有少数人能成为黑马 因为自带流量的姐姐能得到更多的镜头 而且现场会有更多的粉丝的观众 而用这需要更多的镜头